大概有20块CPU 药水 药流 过滤 飞机杂质 药水 黄金 飞机 金黄金黄黄金 我们下等神色了 我们看看能提出能量的黄金 什么CPU能练黄金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练金术 我今天就要来试试这个CPU里到底有没有黄金 如果这练出来了 我就抽一个今年是本命年的粉丝宝宋 回来了 你这直接到桌子上 多么珍贵的东西 让你弄得还怪廉价的 这是我们静哥去不知道什么二手市场 还是什么电子信息城之类的地方逃来的 静哥作为我们公司的摄像担当 总能给我找到一些就是马上就要废弃了的电器 好多都是公司这种拆的 谁家公司 我看了一下 静哥拿回来这个CPU是有两株一种是这种平的 还有一种是这种带针角的 这种的含金量更高一些 因为在里面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芯片里头也有一层镀金 OK现在我们炼金的原材料都在这了 来吧上神器 这就是我花399巨资买来的炼金组合 里面有这个拖金粉 还原AB粉 柱绒粉 还有一小袋的柱橙剂 我特意买的是环保拖金组合 大家可以放心观看 我们首先要用拖金粉 把这个CPU上面的金拖下来 在拖之前我们先要戴好防毒面具 我现在已经把防毒面罩和眼罩都戴上了 虽然说我买的这个是环保的 但是它其实化学商品 一定会有一些反应的 肯定会有一些气体 所以我带着它会比较好的保护我自己 我们无论做什么实验 我们都是安全第一位的 来吧 我们先准备500毫升的50到60度左右的热水 然后再放入25克的搓金粉 然后我们把搓金粉倒在热水里 它现在变黑了 这种石灰色 现在拖金粉已经完全溶解了 然后我们放入CPU 我们先放了这么多 看它反应一会儿 这个卖家可是跟我说 拖金粉放进去一分钟就可以拖出进来 超过一分钟了 我们看看这个CPU现在已经怎么样了 它变黑了 它原来是这样的 上面那个金那层已经没有了 它已经全变黑了 我们把它放到清水里 涮一涮 因为它上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残留的金粉 好 我现在要把剩下的CPU全都放进去 都给我拖 拖得干净一下 感觉放不完 直接坏了 它们现在已经全都开始拖了 给它们一点时间 我觉得它们都差不多了 捞 拖得很干净了 这CPU老沉老沉的 很费手指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拖出来的所有的黄金水了 你看它现在变成黄的了 这就是黄金水 直接倒进去 这一摊已经没有什么用处的CPU了 如果有人需要练银练什么 它里头的其他别的东西的话 联系我 联系我 现在这个黄金水看起来 黑乎乎的里面还有一些沉淀 为了提炼最纯的黄金水 我们需要进一步过滤 上过滤装置 行 你们看到这个头了吗 长得一点可爱感 这个地方本来是可以连接出来一个过滤泵的 但是这过滤泵 我查了一下之后发现 要1300多块钱 我都已经穷到想从CPU里提炼黄金了 我怎么可能有钱买得起 过滤泵 所以我们就用比较普普一点的方式 过滤纸 我们就放个三五片 放到这上面 好 我们现在开始引流 就用自然客商老师教给的引流方法 来咯 开始滴了 金灿灿的黄金水 每一滴都是钱 每一滴都是钱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过滤出来的黄金水 它现在这种感觉就有点像 冰红茶 过滤出来的东西还蛮多的 密密麻麻的黑色小嗲嗲给你看看 根据店家给我的说明 现在我们需要加入这两个 还原粉A和还原粉B 但是在加入它之前 这黄金水需要先加热一下 烧杯回来了 到烧杯里 这火柴味好香 店家说我们先要加热它到70多度的时候 我们加入还原粉A 然后等到再加热到80度的时候 加入还原粉B 它现在已经有一种 就是外面有一层雾的感觉了 你们能不能看到 拿这个温度计量一下这个温度 现在40多 这链金还挺复杂的 需要不少时间 好 我现在又全服武装了 然后我们来量一下 OK 现在是70多 来 我们加入还原A 我把它倒到这个小方杯里了 它现在像橙汁的 橙黄橙黄的 不是那种冰红茶那种了 我觉得这更好看 好失落的感觉 你们听到刚才那个声音吗 一放进去就跟下了油锅一样 呼的起来了 它逐渐变透了 又感觉它没有刚才那么实了 我们现在等它烧到80度 它现在已经到80度了 我们现在加入还原B 变成红色的了 怎么又变回黄色了 变黑了 怎么突然变黑了 怎么突然起墨子了 它现在好像可乐 苦般冲击 一杯德国黑皮 我们现在把酒精灯灭掉 然后等它冷却到60度 一动它就起墨了 好 它现在已经降到60度以下了 然后我们赶紧加入调好的助成剂 我们就加一滴会儿的量 它怎么自己怎么会流 然后搅拌 这个助成剂调完了以后 是有点黏黏糊糊的那种 加一点就行 这样就会帮助我们 金子更好的沉淀下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让它这样安静地待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金子就会沉淀出来了 OK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沉淀出来的黄金 不要眨眼 看到了吗 我觉得很多 你们看看 我先把这个黄金水倒出来 然后让你们看得更明显一点 好看 店家告诉我说 现在沉淀出来这些黑色的就是黄金了 一会儿我用喷枪烧一下 它就会变成金色 现出圆形 来吧 它怎么有点臭 OK 现在我们要到了绒筋的环节了 我给它从烧背头取出来换了一个容器 然后我们现在要加入一点助容剂 是为了让它一会儿更好的融化 我们就加一勺 喷枪 马上我就可以见到黄金了 来 金豆子现身吧 哦 上海有一些金色 这怎么还东一颗新一颗的 金渣渣 金渣渣也行啊 豆子 是不是新豆子 这是不是我的豆 我看到了吗 这是2021的第一次惊喜 我的小金豆 它现在感觉是牢牢的嵌在了我这个碗上 我看能不能把它扣下来 如果扣不下来的话 我就要把这个碗寄给等等 我怕把它加碎了 拉下来了 看到了吗 我的小金豆 这是我这儿吧 想自己练出来的金豆啊 也就花了20个小时吧 我想哭这一刻 我天哪 我练出来了一个金豆 好 你们可以开始留言了 我给你们称称这个金有多重 我还特意换了一个带小手点的 我把这个金豆都放上了 在这儿 沉甸甸的金豆子呀 今天市面上的金价是383块7啊 这个现在就送联克 我今天买这一整套链金设备是花了399块 然后还有这60块的CPU CPU多少钱 240 总共是亏了639块钱 行啊 能送给你们就不亏 赶紧留言嘛 说不定就送给你的 你不要觉得它小它不值钱 你知不知道 我这可是花了639块钱 外加我时间成本啊 2021年的第一份金喜 希望你能喜欢 我得把它装起来 然后再给它封个盒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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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